歡迎收看小老婆汽車資訊網 我是大忙昕格 今天的殘酷擂台 我們要來做目前最熱門最夯的 三陽JET SL PLUS 158 以及光陽最強同級氣冷的 RCS MOTO 150 這兩台車的價錢 JET SL PLUS 158 TCS版 開出首購價10萬5千8 光陽這台RCS MOTO 150 TCS版 開出的價錢是10萬5千 該選水冷還是選氣冷 這兩台車的表現又是如何呢 我們話不多說 就來看今天的測試吧 首先把兩台車都推上同一台馬力機 測認一下基礎戰鬥力有多少 兩台車都採用固定傳動的方式 進行後輪馬力的測量 兩台車都是新車0公里就上馬力機 以減少其他的誤差 兩台車都是充分熱車之後 進行馬力測試 並以測試出來的最大值進行比對 首先是三洋的 JET SL PLUS 158的馬力 在馬力機上得到後輪馬力 12.18P 出現在8258轉 最大扭力 1.13公斤米 出現在6446轉 接著是光陽的 RCS MOTO 150 TCS 在馬力機上得到後輪馬力 11.34P 出現在8371轉 最大扭力 1.0公斤米 出現在6465轉 兩台車的最大馬力 跟最大扭力 出現的轉速幾乎相同 那我們把兩張馬力圖疊起來 比較一下 紅色線是JET SL PLUS 158 藍色線是RCS MOTO 150 看起來 在整個引擎轉速的範圍中 紅色線都在藍色線的上面 而且 RCS MOTO的引擎 在9200轉斷油 JET SL PLUS 158的引擎 在9700轉斷油 在高速的延伸性表現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結果產生 看完了基礎戰鬥力 接下來就是實際的入測環節 看看到底馬力機上面的原始引擎輸出表現 配上原廠的傳動設定 車架 車重等各項因素後 結果會不會跟馬力機預估的相同 在加速測試開始之前 有幾個部分一定要確認 首先是輪胎的胎壓 一定要設定成原廠車主首輸的建議值 JET SL PLUS 158的前輪胎壓是26PSI 後輪胎壓是33PSI RCS MOTO 150的前輪胎壓是25PSI 後輪胎壓是32PSI 接著測試的車手也要當天過棒 以確認加上安全帽、防摔衣、手套等 人身布品之後的裝備重量是一致的 拓餘的裝備重量是96公斤 我的裝備重量是88公斤 兩個人相差8公斤 所以我需要隨身攜帶8公斤的壓倉物 來讓騎士總重量一致 因為有人說 RCS MOTO這台車要稍微磨合 才會比較好騎 所以我們有先把RCS MOTO騎了一下 RCS MOTO 150的里程數是268公里 JET SL PLUS 158的里程數是1公里 第一趟我騎光陽的RCS MOTO 150 TCS 拓餘騎三樣的JET SL PLUS 158 兩臺的TCS都是採用原廠電門開啟後的預設值 TCS系統啟動的狀態 倒數3秒後起跑 我跟拓餘的同步率相當高 幾乎同時轉向油門 兩臺車也幾乎同時加速而出 起步瞬間 JET SL PLUS 158的強大加速力道就已經展現優勢 表數還不到30公里 車尾就已經超過RCS MOTO 150了 隨著車速越來越高 JET SL PLUS 158也在前面越來越遠 隨著加速距離超過400公尺 此時RCS MOTO的表數約100公里 我覺得RCS MOTO的加速能力已經開始漸漸趨緩 而JET SL PLUS 158在前面已經變成一個小點 逐漸越來越遠 最終800公尺終點由JET SL PLUS 158率先到達 通過秒數為34.760秒 GPS的最大速度為99.2公里 再來是RCS MOTO 150 TCS 通過秒數為36.017秒 GPS的最大速度為96.8公里 兩台車的差距是1.257秒 接著車手交換 壓倉物也要交換 一樣倒數3秒起跑 我跟拓瑜幾乎同時轉向油門 兩台車也同時開始啟動 一樣是剛起步 JET SL PLUS 158就已經拉開距離 還不到50公尺的地方 RCS MOTO 150就已經被拋離5公尺 大約是兩個半車身左右 來到100公尺處 兩台車的差距已經擴大到10公尺 起步400公尺之後 RCS MOTO 150已經落後約20公尺 並且距離還在持續擴大中 看起來是毫無懸念 最終通過800公尺終點 JET SL PLUS 158為34.893秒 通過速度為99.5公里 RCS MOTO 150為36.257秒 通過速度為96.1公里 把QSTAR 8000S高階GPS的成績調出來看 從起步開始就是JET SL PLUS 158比較快 而且一直延伸到尾數 都是JET SL PLUS的天下 看來隨人引擎的優勢 還是相當明顯 接著我們一樣用繞錐 來測試兩台車的操控性表現 首先是JET SL PLUS 158 與JET SL E25不同的是 輪胎由原本的MA3D鑽石胎 換成更強調跑格的R1R 加上JET車系在TSR比賽中添煉而出的 車架與懸吊設定 整體吊性是偏硬的 統計區中最短的1290mm軸距 加上更強的引擎動力 與更快的油門反應 對於路線的掌控也更為精準銳利 在照追測試中做出最快的成績為5.367秒 RCS MOTO 150的車架 採用頗受好評的抑壓成型鋼管車架 除了造型美觀之外 整體剛性也相當足夠 在照追的反應也相當好 只有1295mm的短軸距 加上優化過的引擎系統 與強調中低速域加速反應的傳動系統配置 在繞追測試中也是如刀切豆腐般銳利 做出最快的成績為5.584秒 這個成績也相當不錯 把兩台車的繞追過程放在一起比對 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雖然兩台車的繞追表現都屬前段班 但JET SL PLUS 158左右變換方向的速度比較快 身體所需要的移動範圍比較小 以整體路線來說 JET SL PLUS更容易做得緊湊 使得過彎整體節奏比對手更快 因此最終結果才會有0.217秒的差異 加速與繞追測試完畢之後 接著再來看煞車的測試 首先測試的是JET SL PLUS 158 在煞車配置的部分 基本上跟JET SL 125完全相同 只有輪胎的差異 前煞車的測試 加速到GPS速度60公里後 快速按下右手煞車 強大的煞車力道產生強大的減速感 與ABS系統介入的震動感 只見後輪呈現持續的上下移動 雖然在煞車過程中 後輪有些微的離地 但整體而言 煞車相當穩定 接著是後煞車測試 一樣是GPS速度60公里後 全力拉下左手的煞車拉桿 並把右手舉高確認穩定度 整體的減速表現相當穩定 再來是前後煞車的測試 一樣是GPS速度60公里 雙手快速且全力的按下左右煞車 強大的減速力道伴隨著ABS的介入 車輛穩穩的停下 過程中沒有發生車輪離地的現象 接著SL Plus 158測試完畢之後 我們接著來看RCS Moto 150的表現 前煞車的測試 加速到GPS速度60公里後 快速按下右手煞車 RCS Moto的煞車手感相當好 整體的減速力道也相當強大 車輛迅速且平穩的停下 接著是後煞車測試 一樣是GPS速度60公里後 全力拉下左手的煞車拉桿 並把右手舉高以確認穩定度 整體的減速表現也是相當穩定 再來是前後煞車的測試 一樣是以GPS速度60公里 雙手快速且全力的按下左右煞車 RCS Moto的煞車力道強勁且穩定 伴隨著ABS的介入 車輛可以快速且穩穩的停下 以HUSTAS 8000X高階GPS的紀錄來看 RCS Moto 150在前煞車跟前後煞車的表現都相對出色 而接著SL Plus 158則是在後煞車的表現較為出色 以體感來描述的話 RCS Moto的煞車拉桿手感表現比較線性 接著SL Plus 158的煞車手感表現較為直接 前置腳空間的部分 我們同樣以20吋的登機箱來比對 Jet SL Plus 158跟RCS Moto 150都可以放入 但從畫面中可以發現 RCS Moto 150的上半部是比較寬敞的 前手套箱的部分 Jet SL Plus 158跟RCS Moto 150 也都可以放入一罐800cc的礦泉水 再加一支手機 不過RCS Moto 150比較寬敞一點 坐墊下置物箱的部分 採用SHOE的M尺寸Z8安全帽當作參考比對 Jet SL Plus 158需要喬角度用點力才能蓋上 RCS Moto 150則可以輕鬆放入 所以在坐墊下置物箱的部分 是RCS Moto 150比較大 前置腳空間的部分 我們找了身高173.1公分 跨高80.2公分的小無當作比例尺 Jet SL Plus 158的龍頭把手比較低 大腿跟手肘的位置是比較近的 RCS Moto 150的把手比較高 所以大腿跟手肘的位置比較遠一點 Jet SL Plus 158在龍頭左右打的時候 油門線不碰到腳 RCS Moto 150在龍頭左右打的時候 油門線是不會碰到腳的 加上RCS Moto的車頭體積比較小 角度比較直 膝蓋跟前鞋板的空間比較寬闊 兩台車都有設計鞋踏空間 但是Jet SL Plus 158的鞋踏空間比較大 比較好放 而RCS Moto 150的鞋踏空間是比較小的 後座的部分 兩台車的前後座空間差異不大 但是Jet SL Plus 158的後座腳踏位置較為前方 適合不需要刻意保持距離的前後座 RCS Moto 150的腳踏位置比較偏後 適合比較需要有適當距離的前後座 前方的USB充電孔 Jet SL Plus 158採用USB Type-A的接頭 支援QC 3.0的快充 前置物掛勾的部分 Jet SL Plus 158採用可收折的掛勾 RCS Moto 150採用固定式的掛勾 兩台車的掛勾都沒有防跳脫功能 Jet SL Plus 158有雙雙警示燈 RCS Moto 150沒有 煞車的部分 Jet SL Plus 158的前煞車疊盤尺寸為260mm 配上單向雙活塞卡鉗 後煞車疊盤的尺寸是220mm 配上對向雙活塞卡鉗 原廠配胎則是馬吉斯的R1N RCS Moto 150的前煞車疊盤尺寸為240mm 配上單向雙活塞卡鉗 後煞車疊盤尺寸是200mm 配上單向雙活塞卡鉗 原廠配胎為馬吉斯的MAWG水行匣 相信看完以上的影片之後 各位對於這兩台車的表現 應該有個清楚的認識了 我在這裡很快的幫大家總結一下 首先是動力的部分 很明顯的Jet SL比RCS Moto來得快 繞車的部分可以說是評分球色 至於氣冷跟水冷到底該怎麼選呢 我這邊幫大家做個分析 如果你喜歡的外型是這種 機甲般的髒狂跟肌肉感 而且喜歡裸把 跟同級中少見的抑壓成型車架的話 而且你買車 你不喜歡太複雜的保養或照顧的話 那麼這一台 氣冷引擎的RCS Moto 150 TCS 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喜歡的是像Jet的這種外型 而且你買車的重點 會在於動力 操控跟科技感的話 那麼這一台擁有 三菱科技 無刷啟動 零後仰懸吊 加上水冷引擎 油耗一級表現的Jet SL 158 應該是比較適合你的選擇 最後呢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一張規格比較表 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按下暫停 慢慢的觀看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另外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王星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